银口情零下1-8度 复兴情零下8-8度 辽阳情零下5-6度 铁岭情零下6-6度 朝阳情零下7-8度 寒净情零下1-7度 葫芦岛情零下2-10度 大连情1-7度 沈阳情零下6-7度 新北方新闻正前方 看来明天的双休日又是一个好天气了 好了晚上6点11分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正前方 那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尹心了解一下 今天沈阳的路面情况怎么样 你好尹心 吴伯你好观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交警支队指挥中心 今天是周末啊 外面的天气非常好 路面也非常平静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商业区的情况怎么样 这里是西顺城街小溪路的路口 现在呢车呢开始多起来了 可能逛中街的人呢 晚上看来也是不少 但路口的人看着没有那么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太原街 太原街呢 这里呢车流量不大 但是路边的人不少 那这个时间段呢 整个路面还是畅通的 去逛街呢是个好的选择 那么现在呢 天气越来越好了 那对于骑摩托车的人来说呢 就不像冬天那样遭罪了 但是你在骑行的时候 还真得注意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拍到的画面 这是今天在三好街文化路啊 在路口啊 正好有一个小的叫车 跟一个摩托车之间发生的刮碰事故 虽然呢损失不是很大 看上去呢 双方呢都在讨论着 但是真的说是耽误了时间呢 双方呢研究来研究去 可要耽误很长时间才能离开 那整个沈阳市呢 从去年开始就已经下达了 关于摩托车通行的通告 好多路呢是禁止摩托车通行的 比如说青年大街 黄河大街 还有一些桥 桥梁呢是比较特殊的 那你在推行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交通安全 不带头盔啦 或者是在路上一些逆行啦 或者是闯红灯啦 或者是走飞机动车道啦 这对自己和对他人来说 都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在画面上看 其实他们真的是有些危险 但是呢 他们自己可能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 那么现在是春天来临了 虽然是路好走了 空气也好 但是骑摩托车 你一定要当心了 因为这个摩托车这个东西啊 它的安全性啊 和它的灵活性是伴对伴的 你可能不太安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好 今天请问就是这些了 五伯 好的 谢谢影信的介绍 道路不畅 路况复杂啊 开车的 要想一辈子没刮没碰 基本上等于做梦 昨天下午呢 沈阳铁西区的一个路口 就发生了一场小的刮碰 车没什么问题 人伤得挺重 他满脑袋淌血 他说自己被人打了 看病要紧 警察同志打了120 可你这么躺着也不是个曲子 到底谁打你了 打你的人找不到 那为啥打你总知道吧 他还不知道 就知道刚才跟一台车刮着了 俩车倒车的时候 跟他刮得起了吗 其实碰的时候 也没怎么碰到什么什么的 俩人都不干 下车抄抄 说着说着 突然情况有变 他俩携伤的 是另外一个人 突然蹦出来个人 把自己打成这样 他说打人的 肯定跟面包车司机一伙的 面包司机可不干 你血口喷人 他说是跟我车上下来的 我车上根本就没有人 就我一人开车 你说是我找人揍你 你得有真凭实据才行 谁看见打人的 跟我在一起了 自己确实没打他 自己一个喊门都没碰他 我能应得吗 我去找谁去 我要是给打电话了 这种东西行 我还是跟别人接触来行 我喊他说 我打仗了 这也行 糊里糊涂 他就被人打成这样 一场小瓜碰 变成拳头事件 大伙只能说 很遗憾呢 没有了 这不要事 这事呢 没必要发生这事 这事 有一下子 有一点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了 那么到底是谁打了人 又为什么打人呢 看来只能等人民警察 明察就好了 要说断这些案子 的确是有点费思量 可是要变下面这个是非的话 长眼就带鼻子的就可以了 昨天晚上呢 大连市交警不到两个小时 就扣留了五十多名司机 这些司机都是从酒桌上刚下来的 这几位一看就是刚从酒桌上下来 还迷雾着呢 坐在车上死活也不肯出来 还有的拿出手机忙着找人呢 你们这脸上红扑扑的 肯定不是因为害臊才红的吧 这些司机都被集中送到了附近的化验点 接受酒精含量的化验 你这酒量还真不小 可酒后不让开车 你不是第一天知道吧 该怎么处理 还是等化验结果出来吧 喝没喝酒 一测不就知道了吗 你没喝害什么怕呀 看看化验结果吧 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属于醉酒驾车 按规定行政拘留15天 两个星期的时间够你醒酒的吧 驾驶被处罚 依我看这不是坏事是好事 只要你长了记性避了灾祸 罚款啊 蹲橘子什么都值了 记住了 司机一滴酒 家人两行累 要把方向盘千万别沾酒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看个热闹了 有个车祸了啊 打架了 都得招来不少围观者呢 看热闹的不嫌事大 现在呢 重庆江津西湖镇 还真是有个事闹得不小 这几天呢 全国各地上百个媒体记者 都收到了一张贺宁卡 这个贺宁卡上呢 一不拜年 二不问候 骁骁张张的几行大字 仿佛是一纸战斗习文啊 大意是这样的 说我是贪官 我怕谁 记者曝光也白扯 我该升官升官 该当局长当局长 这落款还条理清楚的数上了 重庆江津西湖贪官 韩书记的字样 无巧不成书啊 这重庆江津西湖 还真有韩书记这个人 而且呢 他刚刚调任当地的公安局的副局长 自打这个贺卡 现身江湖啊 这西湖镇党委电话 呈热线了 热坏了 上百人打这电话 咨询局长其人 调查局长这品行啊 看来这记卡之人的目的 已经初见成效了 这种匿名举报 还真是挺聪明的啊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是想说就说 你一起来看 前几天的公安事务以后呢 我送了上北战 送了几位朋友 这时候撑电梯 撑了她的滚铁 当时滚铁的人很多 之后呢 我就发现呢 后边呢 有一个小女孩的 大喊大叫的 抢了就是跑着 往上滚铁上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 肯定是有急事 大喊大叫往上 但是也没有人样道 我经常出产到南方 当我看到南方的那个城 那滚铁现象呢 是从 都是一室等候 从右边一室这么排着 要是有急事的人 从左边样回到道 能上去 那沈阳呢 我发现这种现象呢 没有 这种公共秩序 应该大会儿维护 就像比如像咱们开车 经常开车的人知道 操车道呢 应该左边样回到道 从右边行驶 我觉得我们沈阳市市民呢 都应该维护这个公共秩序 跟国际接轨 他说健康是一 金钱 事业 地位 都是一后面的零 没有了一 再多的零也不用 他还说 所有人都能健康快乐 一百岁 他的理念被誉为健康圣经 能让人一看就懂 一懂就用 一用就零 三月十五号起 卫生部第一号健康教育专家 洪昭光登陆健康一身清 为您逐一打开健康进南 沈阳新时代女子医院 女性健康专业医疗机构 电话23244个6 凯迪拉克SLS 尊重中透射胆识与破坏的 沈阳无限异能广告公司 成品下列人员 策划文案 活动策划 大客户服务 广告销售 网络管理 媒介 制作部编导 行政人员 联系电话23180038 转7001 新北方 新闻正前方 欢迎回来 新闻正前方正在直播 不撒娇 不玩泥 那不叫孩子 可是八岁的沈阳女孩王菲 因为爸爸得病了 下不了床 肩上扛了三四个月的担子 烧炕 皮 柴 扫地 做饭 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主人 那为了能够在家照顾爸爸 开学之后呢 王菲也不能够回到学校 她要留在家里照顾爸爸 直到爸爸痊愈 可是爸爸的病到底能不能医好 王菲却不知道 帮忙 向来都是良心人的第一反应 看着小孩鸭子这么受苦 很多人都淌了泪水 很多家长是和孩子一块看的电视 他们很感慨 让他觉得好像天天的生活无忧无虑 还是这样子 让他知道一下 看看那个孩子怎么吃苦的 这两天 我带孩子过去 你带孩子过来主要是干什么呢 看着电话 让他接受教训的 什么样的教育你觉得是 让他知道那个 从家还找到家 那个意思吧 我们的采访就很不顺利 因为虽然大家捐款都很踊跃 可是谁也不愿意留名露脸 因为好心的张阿姨刚做完手术三天 他把钱在医院病床上交给了记者 让我外孙子 我外孙子也有这片爱心 说姥姥 我储蓄盒里还有钱